是寻到金矿实现一夜报复 还是最终输得连裤衩都不剩 59岁的黄金猎人大夫始终惦记着地下的宝藏 这次他将目光锁定在废弃的金矿地 虽然已经被19世纪的淘金热开采过 但他觉得一定还存在被前辈忽略的角落 而那里就将是他致富的摇篮 大夫第一个探查的是玉空和上游的多纳修湾 1896年淘金热中 3万多名矿工在这里实现了总收入超过10亿美元 虽然现在已经被废弃 但土地拥有者埃里克坚信自家的大片土地中还存在大量黄金 大夫从干涸的河床上采集了足够的土壤样本 随即迫不及待开始了检测 只有当土壤中的金子含量达到一定比例 才能确保他在接下来的开采过程中有足够的转头 才有继续开采的必要 通过简易的洗矿槽 样本中的其他杂质被洗掉 剩下的黄金颗粒出现在淘金盆中 但显然这里的黄金含量并未达到大夫的要求 这里只能被放弃 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 对于黄金猎人来说 寻找到有足够转头的采矿地比什么都重要 大夫只能继续前往下一个废矿区 盛产黄金的内达华州 杰森为他提供了第二个金矿地 但才刚刚进入这一片沙漠中 大夫就对这里的交通条件心生忧虑 同样怀揣发财梦的杰森通过金属探测仪 曾经在这里寻到过大块的金子 看着手中金灿灿的金块 大夫并不敢头脑发热 因为这里极度缺水的条件势必让开采成本暴涨 随即还是采集了足够的样本 沙力中的金块浮出水面 虽然他对土壤中的黄金含量还算满意 但这里极度缺水的状况却让大夫犯了难 要想洗出土壤中的金块 水是绝对不能缺少的东西 一番权衡之后 大夫觉得这里并非理想的淘金地 只能继续寻找下一个废矿地 柳树锡矿拥有良好的交通和水利条件 是采矿者的理想的 有人曾经在这里发现了重达90盎司的金块 生意失败的克里斯希望通过这个金矿从头再来 但资金不足让他根本无法独自开采 即便有了自己的设备也只能干瞪眼 懒怀期待的大夫进行了一次检测 黑色沙力中虽然充满了金色的颗粒 但颗粒太小让黄金采集难度加倍 再加上土壤中的含金量并不能达到大夫的要求 柳树锡矿也被大夫放弃 经过这一路的筛选 始终无法找到让大夫各方面都满意的金矿地 他开始有了回归家族企业的念头 但在老朋友弗雷迪的开导下 他还是继续坚持自己的淘金梦 炸猛溪成为第四个探查的地方 19世纪中期淘金热让这里变成了繁华的小镇 但随着淘金热退去 这里再次变成了一片不毛之地 但位于小镇旁边的炸猛溪却是个从未被开采的地方 大夫唯一要做的就是抽干小溪里的水 在向下挖掘20英尺才能抵达富含金矿的基岩 为了自己的发财梦 大夫还是决定放手一搏 每分钟可抽取2000加仑水的水泵被安排入场 直到五天后 大夫再次回到了炸猛溪 这里的水已经被抽得差不多 而这一路走来 投资者为大夫准备的三瓦启动资金已经见底 除非他能在炸猛溪的湖床上发现金子 随着对挖掘出的泥土进行清洗 在对残渣进行一番淘洗后 泥土中的金块终于露出真容 而且似乎含暗很不错 这里显然将会是很不错的淘金地 但就在大夫招募了一批队员 准备放手大弹一场的时候 一个意外的电话却打碎了他的发财梦 幕后的投资者却决定不再继续投资 这也意味着他们无法继续开采 大夫和小伙伴们的淘金梦就此破碎 无奈的他只能回到了家族采市场 在与父亲的一番深入交谈后 大夫决定这次不再依靠别人 因为他感觉地下的金子正在使劲呼唤着他 亚利桑那州的凯西寻到了绝佳的采矿地 但他却因为财力问题 根本无法独自开采 1853年普雷斯科特山谷发现了黄金 淘金者对这里进行了地毯式挖掘 但凯西却认为他们遗漏了其中一条支流的金框 通过他带来的简易洗矿设备 两人开始了土质含金量检测 淘金盆里闪过的金光让两人喜出望外 他感觉到财神爷终于向自己张开了怀抱 接下来将正式开启自己的淘金计 但大夫真的能够如愿以偿吗 五周的时间内能否采集到100盎司的黄金 将成为他们此次淘金梦成败的关键 在走过了无数的废弃金矿地后 大夫在亚利桑那州的普雷斯科特山谷 开始了自己的发财大集 在与土地所有者协商后 他获得了一份为期五周的短期租约 又掏空了自己毕生的积蓄8万美金后 所有淘金设备开始进入开采地 团队成员都是一路下来认识的小伙伴 一群有着同样发财梦的人 但这些人在此之前都没有太多采矿经验 只能一边学习一边操作 而他们在五个星期内 必须采集到100盎司的金子 才能保证每个人都有钻筒 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就是如何将重达20吨的滚筒 摆放到合适的位置 虽然有一台挖掘机和一台装载机 但因为铁链位置不大 第一次尝试直接将滚筒的油管切断 无奈的他们只能重新调整位置 滚筒被摆放到了合适的位置 团队成员继续组装其他设备 大夫前往费恩家族签订租地合同 一番交谈后 他才发现事情有些出乎预料 之前采集土壤样本的地方 并不在此次租地的范围内 他只被允许在红线区域内进行挖掘 这让他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但现在已经一切准备就绪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签订了租地合同 既然已经无法改变 大夫决定在红线区域内 继续寻找新的采矿地 团队成员被派往各处采集新的样本 凯西和克拉克选择了支流2 在对地下的土壤进行分析后 两人只看到可怜的几粒金子 这显然不是合适的采矿地 两人再次对支流1的土壤样本进行清洗 随着手中的淘金盆不断晃动 所有人的表情都凝重到了极点 尤其是大夫 在看到淘金盆中露出的黄金后 他终于稍微放松了一点 支流1中似乎存在不少的黄金 一切准备就寻 他们决定正式开启属于他们的淘金计 支流1距离洗矿工厂并不算太远 杰森负责驾驶挖掘机 凯西负责将挖出来的土壤运送到工厂 大夫负责驾驶装载机将土料送入滚筒 克里斯和内森则负责操控水泵和洗矿设备 一切终于正常运转起来 所有人都兴奋到了极致 所谓滚筒一想黄金万两 所有人都已经在幻想发财后该干点啥好 直到第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 所有人都迫不及待查看洗矿槽中的残渣 看着沙利中出现的无数黄金让所有人喜出望外 这一次似乎注定该他们发财了 看着手上的金块 之前的所有阴霾都烟消云散 但这仅仅只是开始 因为他们必须采集到100盎司的黄金 才能确保所有人都拿到工资 因为还缺少最重要的黄金回收系统 克拉克已经早早被派往别处寻找 但自此之后就失去了联系 这让大夫又开始烦躁起来 虽然知道洗矿槽中有黄金 但没有回收系统 就无法计算出采集到的黄金有多少 直到几天之后 克拉克终于带着设备赶了回来 大夫却对他不接自己的电话很是火大 两人因此发生了第一次争执 因为他觉得这是在藐视自己的权威 也是对团队的极度不负责 但吵归吵闹归闹 为了尽快知道这几天采集了多少黄金 既然还是迅速搭建起了黄金回收系统 为了保证设备不会被夜晚的低温冻结 大夫还搭建了专门的帐篷 并用发电机持续加热 然而时间来到第二天 当大夫早早起床之后 却发现克拉克将发电机安置在了帐篷外 而此时已经停止了工作 并导致了回收系统被冰冻 一系列的事情让大夫对他的工作态度产生了质疑 一个简单的会议之后 克拉克被开除出了团队 而随着回收系统的连续运转 设备中开始露出了黄金的真容 这是他们这几天以来的劳动成果 只是当所有黄金被收集起来后 大夫却更加开心不起来了 四天时间只收集了3.5盎司 这距离他们每天5盎司的目标实在太遥远 巨大的阴霾再次笼罩在众人的心底 他们真的能在5周时间采集到100盎司的黄金吗 赛季只剩下3周时间 大夫距离他100盎司的目标还差96盎司 四天时间只收集到3.5盎司的黄金 让他不得不怀疑土料和洗矿设备的问题 杰森开始对仪器的尾矿进行测试 如果这里的含量超标 就说明水闸存在问题 没有拦住大部分的黄金 淘金盆中的金色颗粒证实了这一猜测 内森和大夫只能再次改造了水闸 以期望拦住更多的黄金 与此同时 克里斯这边再次对运回来的土料进行检测 最终结果显示只有前一天运回来的土料 蕴含足够的黄金颗粒 通过对料厂土壤颜色的分析 大夫觉得此处的黄金并没有落在坚硬的基岩上 而是位于更上层的红色土壤层 杰森驾驶挖掘机开始了新一轮的挖掘 另外一边的内森也重新启动了洗矿设备 淘金小队再次充满干劲 开始了新一轮的采矿工作 因为之前解雇了克拉克 大夫的妻子雪莉也加入到团队中 她负责黄金屋中黄金的惊喜工作 同时老大哥杰西也被邀请过来 和雪莉一起负责最后一道工序 经过细致的筛选之后 淘金小队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只是前一天的收获就达到了6.1盎司 按照这样的产量 他们一定能有不错的收成 又经历了三天的时间后 他们采集的黄金已经达到21盎司 但大夫觉得这样的速度根本无法完成100盎司的目标 而且最近两天的黄金收集量又在减少 只有可怜的3.8盎司 究其原因 还是这里的红色土壤走向发生了变化 变得越来越难采集 而且这里的红色土壤已经越来越少 质留1的黄金储量即将枯竭 大夫只能寄希望于当地的岩石矿工 通过提供的资料和信息 他选择了新的料厂 也就是第三条支流的底部 虽然这里曾经被开采过 但大夫觉得前辈一定有所遗漏 而通过对这里的土料进行采样检测后 桃金盆里确实出现了黄金颗粒 但这里距离他们的洗矿场距离更远 负责运输的凯西就将承担更大的压力 只有保证每小时三个来回的运输 才能洗矿设备满负荷运转 他们也才能采集到足够的黄金 菜鸟凯西只能将油门采到底 也步步地这样做是否会产生危险 洗矿设备开始了每小时120吨的满负荷运转 谁也不知道这样的付出是否能得到好的回报 但只要保证机器正常运转 他们相信一定会有奇迹发生 眼看五周的时间只剩下最后的一个多星期 但克里斯和内森却觉得水闸依然在流失黄金 他们希望能有30分钟的时间再次改造水闸 但此时的洗矿设备每停工一小时 就会造成800美元的损失 在一番思索后 大夫虽然十分不情愿 还是同意了他们的决定 但维修时间必须控制在15分钟以内 索性在众人的努力下 水闸被再次改造完成 所有设备再次满负荷开始了运转 黄金屋这边在雪莉和洁西的配合下 水闸中收集的金矿被再次清洗 无数的黄金颗粒被缓缓分离出来 又经过干燥等一系列不重 所有黄金被小心翼翼收集 而进入支流3的第一天就收获了8.9盎司的黄金 让所有人再次精神大振 淘金小队的总收获也来到了35盎司 在最后的7天时间里 他们是否能完成100盎司黄金的收获目标 淘金小队只剩下最后的5天时间 他们的收获也来到了53盎司 但这远远不够 已经承受巨大压力的众人 被迫再次加大了工作量 他们必须在最后5天时间完成100盎司的收获 这样才能保证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报酬 但长时间的高强度作业 二手洗矿设备首先出现了问题 滚筒与支架连接的部分发生了断裂 并已经发生了位移 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正在作业的挖掘机开回来 将滚筒放回原位 但这会损失至关重要的两小时时间 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 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 气急败坏的杰森认为这是内森的问题 是他在操作洗矿设备的时候 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 导致他们损失了这至关重要的两小时 两人因此产生了争执 直到一脸严肃的大夫站了出来 紧张的气氛才得以缓和 放下所有的抱怨 洗矿设备被重新修复 并被其位置进行了重新调整 但一直到傍晚 众人才将滚筒的支架重新焊接完毕 时间只剩下最后的4天 但因为前一天只工作了半天时间 收集到的黄金只有可怜的1.2盎司 这与之前每天9盎司的收获差距巨大 这似乎也意味着支流3的黄金储量近乎枯竭 大夫不得不来到料厂查看 他们需要新的料厂 但时间已经来不及 他不得不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 为了5周时间完成100盎司的黄金收获 他决定回到最开始的地方 也就是凯西最开始发现有黄金的地方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大夫和杰森离开了划定的红色区域 潜入目的地的两人迅速开始了工作 他们必须确定这里确实存在可观的黄金 才有机会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实现逆转 而当看到淘金盆中出现的黄金颗粒后 两人已经兴奋到极致 眼看只剩下最后的三天时间 为了实现翻盘 大夫还是驾车离开了营地 他必须再次与土地所有者费恩家族进行协商 而他带来那片地狱的样本成为了唯一底牌 但费恩家族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大夫只能怀着忐忑的心情再次返回了工厂 此时总收获只有58盎司 当时间只剩下最后两天的时候 喜矿工厂消耗完了运回来的所有土料 就他们以为这次将血本无归的时候 费恩家族总算打来了电话 大夫和他的团队被允许走出红色区域 只是时间只剩下最后的一天 为了能运回更多的土料 大夫也开始跑起了运输 无数富含黄金的土料被拉了回来 但就在这最后的时刻 喜矿设备再次罢工 无奈的内森只得停下了设备 所有人忍住心中的怒火 开始了紧张的修理 要知道如果无法完成修理 就正式宣告了他们淘金记的提前结束 也宣告了所有人将空手而归 索性在简单修理后 喜矿设备再次开始了工作 一切又开始进入了暗部就班 当夜幕降临 运输组完成了全部土料的运输 团队成员连夜开始了最后的喜矿工作 能不能得到丰厚的报酬就看着最后一哆嗦 直到完成最后一点土料的筛洗后 设备停止了运转 当他们满怀期待地看向水渣 所有人都忍不住惊呼起来 水渣里铺满了金子 而当完成最后一道惊喜之后 大夫再一次忍不住惊呼起来 这一夜矿工们都没有睡意 最后一天竟然收获了足足21盎司的黄金 虽然最终的收获加起来只有80盎司 但总价值已经达到12万美元 这也确保了所有人都能得到不菲的报酬 虽然没能实现报复 但这已经算是小赚一笔 至此 这个业余小队的第一年淘金季正式结束